为谁你也带 小洒容易吗 这首歌叫什么 我忘了叫什么 一用回头就感觉这个屏幕卡 每次用狐狸好紧张 就怕用不好 我还是希望玩的趣味太低了 没有办法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人数限制的时候 可以随便玩 再打我任性 关不关特效都是一样的 有些东西没有调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说这个Q的那个 不是那个 你们卡吗 卡 不要捣乱好吗 贝贝 完了 我感觉这次我忍住 你看我RPS你也醉了呀 何必看我这个 那个 那个 何必看我补兵醉呢 你应该先醉的是RPS 我感觉他 稍了以后好像又飞蓝了 感觉 对的对的 我感觉浩蓝变多了 为什么要不是限制 我也不知道 然后当时我感觉 人数限制之后 这几天严重影响我的人气 是吗 感觉距离变短了 一只都学不好控兰 怎么办怎么办 一模一样就是标题不一样 好吧 最近被倒播已经习惯了 前两天被人气限制 然后就被那些倒播的人欺负 你们现在不能来现场QE 因为我今天已经被警告了 再这样的话就容易被疯了 就很影响我人气 现在人气一直上不去 所以很烦恼 我也不知道怎么有警告了 我这么听话这么乖 大家不要发我QQ 窗口问我为什么防管给你禁言 在我直播的时候来问我 玩手机还不是因为你们 是 这些 害怕 好紧张 好紧张 禁言了发我QQ的那个小窗口 这样是很烦的 所以说麻烦大家不要给我发那个QQ小窗口 就是问这么一点问题 而且在我直播的时候 我刚刚想 刚刚 电脑出错了 为什么 大招还有这样子的作用 吓死我了 今天应该是直播到一点 当然不能再低了 因为已经被超管警告了 你没有看到吗 之前 你刚才打我 又打我 我冰真难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不愿意看你给我滚 包子为什么又退全了 大家知道吗 还差八十块 发比上海 好吧 因为我不会那个 五篮出门 开什么玩笑 因为我不会走位啊 王家伟睡觉了 你睡吧 已经不是以前的吧比 以前的吧比是什么样子的 吃不止包子一个人退学 为什么 为什么在直播的时候 就这么多事情 心情感觉很不爽 求是你们别杀我 怕是补导师的 不要打我 先别打我 他们没有打我的意思 我为什么要闪现 对他没有想打我 他没有想打我 我竟然闪现了 我也是醉了 你瞎啊 看不见我眼睛 你是被禁言了吗 你没有被禁言 大别不开车 精神的话 我经常会忘记摁 然后所以说就不选择出镜 它也会不会变 和匀 行 灯灯 吃不镜 拓扁老王 老王哪里得罪你们了 没有段位 和小兵对点也是怪 也是够了 一万一万给防罐 9000不给 感觉我们要赢了 好爽啊这个冰性的 防管的作用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帮我封一些不必要的人 用不好的时候会经常听另一首歌 不要不要杀我 求别杀我 你会用 脖子 我进来 最后一 god 你会被人家摇取消毒